好,又来到我们的头珠界面了 继续跟大家来说 1月29号,星期日,沙田赛买日的赛事 今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出倍率后必买之选 看看出完倍率之后有哪个马直播的 就跟大家来买回 今次我们买到的场合,就是这场的第九场 这场第九场是我们的香港经典一里赛 是一场四岁系列的赛事 跑这个草地A加三难,1600米的赛事 在这场马上有14个马匹 都很多马来跑的 而在这场多马的场合上 居然有很多热门在这 这场马十倍留下的马匹是有很多 例如2号的马佬 3号的包装必胜 5号的魅力之遇 7号的起旺区 和9号的爆热 这几匹马都是今场马的热门马 全部都是10倍留下的 都热得很夸张 总数有1,2,3,4,5 5区马是10倍留下的马匹 到底这5区10倍留下的马匹 值不值得这些赔率呢? 值不值得来买呢? 先和大家来探讨一下 首先就说回这只2号的马佬 大家可以看看这只2号的马佬 其实这只2号的马佬 在今季跑了4场 他都不断跑沙田草地赛事 从1400米跑到1600米 二班一班都跑过 重要的 这匹马其实是一班就赢过 今季他的成绩 就1win 1个第2 1个第3 1个第4 跑了4场 已经是4场都能够入到头4名 成绩是相当之好的 一班赛的1600米沙田草地 他都能够赢得到 未来的场马 他跑回沙田草地 1600米的赛事 所以你也不要说这只马没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这匹马 今次10倍留下 其实都算是合理的 之后去到3号的包装必胜 这只3号的包装必胜 在今季跑了3场 3场他都全胜 最近一场用毛衔东 跑沙田草地 1600米二班赛事 他都赢了 未来的这一场马 他继续跑回沙田草地 1600米的赛事 强配搬顿上去 所以他在未来的场 又成为热门马 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 这一匹马今季赢了3场 这么好赛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 成为一只热门马 其实都叫做正路 之后去到5号的魅力之遇 5号的魅力之遇 这一匹马都很明显是强的 在今季跑了6场赛事 那已经是4分 2个第二 跑了沙田草地 1600米三班赛事 他也是会赢的 所以这次他又成为一只热门 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这一匹马 基本上是一只 没脱过Q的马 跑了6场都没脱过Q 即是说他入Q率 都是100% 所以这一只马 基本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买下去 所以这一场 他成为一只热门马 我都绝对不意外 之后再数 就是去到7号的喜旺区 这一匹喜旺区 今次他就成为一只全场最热的马匹 大热独赢的 热到5点几倍 热到5.5倍 到底这一匹马 又值得来博呢 其实这一匹喜旺区 都叫做是一只挺强的马 你看看他的赛绩 这一匹马其实是由季初的第七 都渐渐跑到最近的第二 上将排着13档 热档 跑这些二班赛事 用到报民都能够后想 撒上来 跑第二名回来 热档都能够跑得好 重要他也是说蝕着来跑 上将也是说跑到极致的 基本上 飞到大外蝶的那只 就是喜旺区 这一匹黄山旺帽 他在后上 这样排着热档 撒下来 外蝶 跑到第二名回来 所以很明显 他是一只有实力的马 所以未来的这一场马 他成为一只大热门马 我觉得他又是合理的 这些马 又是能够成为一只热门的分子 之后去到今场马 大热门位置的9号爆热 这一匹马 今次又不值得成为一只大热门马 其实这只爆热 也是一只在今季进步的马 由季初到第九 都渐渐跑到最近的第四 而他这个第四 上场也在说 1600米的赛事 接下来 继续跑分1600米 配分部门上去 还要回到好少少的档位 比他上场的11档 是说好的 今场马排了9档 所以这只爆热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认为这只爆热 我认为这只爆热 也认为这只爆热 也认为这只爆热 所以今场马 其实做热门的五匹马 我认为它热起来都很合理 都很明显是一些实力马 赛事件 赛事件全部都放在那里 不过 好老实说 今场马 我会不会是说 买到这些10倍以下的热门呢 其实今场马 我就不是说 那么想驳到这些热门马 因为这些热门马 其实全部都是说太热了 真的认得挺夸张的 全部都10倍以下 根本上都没什么赔率给你买的 而且今场马 刚刚才都数过给大家看 很明显这五匹这样的热门 都是有实力的 对吧 很明显每一匹都有一些 所以到底哪一匹跑出 哪一匹是说赢得到 都相当难估计的 因为今场 根本上就是一场乱局的赛事 所以在这些乱局的场合上 我宁愿博懒都总好过博热了 因为我认为今场马 其实还有些热门马 是说 有机会挑战到这些热门的 热门马 其实在今场马 都绝对不输的 因为大家一起来看今场马 这场赛事 其他马匹最近的成绩 其实大家看看 今场马 真的不止这些热门的马路 包装必胜 魅力之遇 现在背包装 跟这些热门马 有这些热门马 还有这些热门马 这五匹马 这些马马的马马股然好 是吧 放在里面 很明显 但是大家留意 其實同場還有其他馬,最近賽速是好的 不止這五匹的,像這隻6號的旗幟鬥士 這隻旗幟鬥士,上場都是初出跑第一的 但這隻旗幟鬥士的今場馬,都有15倍獨贏 15倍獨贏,4.7倍位置,其實都相當好分 除此之外,還有8號的知足常樂 知足常樂這匹馬,最近又是贏過的 贏過後,這場馬還有15倍獨贏,5.1倍位置 還要這場馬排到四檔靚檔 所以這些馬,其實又是對跑的 大家再數下去,去到10號的智勝者強 和11號的奧遊氣泡 這兩匹馬,最近又是第一名 兩匹馬都第一的,但大家又看這兩匹馬的賠率 這兩匹馬,最近又是贏過的 但這場馬的賠率又是相當好分的 10號的智勝者強,這場馬 居然有24倍獨贏,4.8倍位置 另外11號的奧遊氣泡 也有20倍獨贏,5.5倍位置 這兩匹馬,我覺得這次是相當好分的 其實這兩匹馬是極之好分的 所以大家這樣數一數的話 其實這場馬,真的有很多實力馬在這裡 但其實真的不只這五匹這樣的熱門馬 有些懶馬是說,幸好即得來 又有賠率的 所以這場馬呢,很寧願說 駁懶都總好過駁熱 來買一些懶馬 至於這次我們會買到的懶馬是哪一隻呢?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懶馬呢 其實就想選擇這隻 有24倍獨贏,4.8倍位置的10號馬匹 智勝者強來選擇 為什麼這次我們會選擇這隻馬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這隻馬賠率好 有24倍獨贏,4.8倍位置 這隻馬,今次的獨贏賠率24倍 基本上是今場馬 其他日本馬的獨贏賠率好幾倍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這次的賠率是相當值得你對它搏的 而且再加上,這一匹馬呢 其實它也是一隻有實力的馬匹 剛剛才給大家看過 這隻馬其實最近是能夠跑到第一回來的 其實它最近賽職絕對是不差的 你再看它今季的成績 其實這一匹馬在今季都只是跑兩場 贏了兩場 由三班的沙田草里賽事 贏到去最近的二班沙田草里 1400米的賽事 而且最近它排著的律檔 都是說能夠贏得到的 那我還要大家看看 當時這一匹智勝者強是贏哪些馬 其實這隻智勝者強當時贏的呢 就是贏喜旺區一仙山 美麗在線這些馬 而這隻喜旺區 其實不是正正就是說 金牆馬的大熱滿馬 是吧 這隻智勝者強 上場居然是說 連金牆馬的大熱滿馬都能夠贏得到 那未來這一場居然比他還好賠率 所以我覺得這隻智勝者強 其實這次的賠率真的相當之抵薄 那還要再加上 這一匹智勝者強不單止是說 贏喜旺區 是說贏一仙山美麗在線線路之星 知道必勝這些馬 這一群馬都很明顯是強的 那大家看看 這場馬輸了給他 跑第三名的一仙山和 跑第四名的美麗在線 其實這兩匹馬再出都是說 能夠保重贏馬的 連續兩匹馬再出都是說能夠贏得到 所以智勝者強上次 贏的這一組馬是非常之強的 對著整組的強組 對著整組的實力馬 他都能夠贏得那麼輕鬆 排著那十四檔都能夠照贏 所以接下來再出 再來到他跑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隻智勝者強 都是說可以來去看實他 這些馬其實絕對都不可以忽略他 雖然話就說這次 不是說潘頓來去騎 這次是說換了人 換了嘉莉上去 嘉莉一向的成績 就不算是太好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 你給一些實力馬舉騎 他跑出來的成績 又未必真的說差到 完全跑不入格吧 是吧 那不會真的說差過潘頓那麼多吧 因為畢竟在今季 你給了一些實力馬舉騎的時候 他都是說能夠交到頭馬的 那好像一隻成材一樣 那今季他都能夠贏得到的了 另外那些亞洲騰王也是 這批亞洲騰王 今季給嘉莉騎 他都是說能夠交到頭馬的 所以我認為這次嘉莉騎 其實都不可以少看他 那嘉莉騎就換回賠率了 這麼好的賠率 我覺得是多值得來試一試 因為反正金牆馬都是亂局 很多隻馬都是說懂得跑的 還有金牆馬的檔位又好 上場都排了14檔 金牆反而就是排了6檔 下排了6檔 金牆馬還有更好分的賠率給你買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在一個直播率方面 是說挺高的 更何況這一匹馬 真的是一隻在今季好開的馬來的 有些馬好開就繼續好 在今季他都沒有輸過 所以這次我們都選了 一隻這麼好賠率的10號致勝者強 來對他試試 看看這次這匹馬 能不能夠繼續連勝 在今季不敗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匹馬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獨贏及維持的彩詞 用回WIN3P的方式 來買回這匹 這麼好分的馬匹 這次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也不妨試試這匹馬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